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月9日 我们知道2019年全年中美都在打贸易战 中国现在去到美国货物 要征收很重的关税 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到现在还未签署 也有几不明朗的前景 在这个环境之中 我们香港或者是邻近的地区 或者是新加坡、南韩都出现了经济的下滑 但唯独是有些地方经济表现非常亮丽 当中一个地区就是台湾 台湾现在开始有人流资金和技术 的回流潮是非常明显的 在80年代的时候 台湾纷纷走出去投资 去了广东省 那个时间 人工只有几百元人民币 但现在广东省的人工已经去到几千元人民币 加上他们的房地产的泡沫 是升得很厉害 使得他们的土地成本非常高昂 在一个没什么利润可涂的情况之下 台湾纷纷撤离了中国市场 在一般的加工业上面 他们的厂就会有机会搬到南韩 马来西亚或者是菲律宾 但如果高端一些技术的厂 他们就倾向搬到台湾 台湾方面台积店 这个是非常高端的技术 他们都是用了几十年 沉住气努力发展他们的技术 因此他们这个技术 即是芯片半导体的技术 是全球领先的 他们上年 就是逆史有一个采购 或者是有一个设备方面的增长 另外我们看回中美打贸易战 令到台湾收益得到更多的订单 他们对美国的出口 就是前面的8个月增长了19% 预计全年都会增长超过20% 在这样的情况下 香港是爆发了社会运动 突然之间香港 去到这个申请移民 去台湾的人数 就是大增的 台湾其实也看到这个机会 希望把握得到 香港的资金 和金融方面的人才 我不知道他们在这方面的移民政策 会不会有更多的优惠给香港 我们记得 其实在18年 韩国瑜选高雄市长 他们的口号就是要发大财 他是不望神舟 没有多久 现在的年纪 就出现了一个逆转的现象 我们知道现在 距离台湾的大选 就剩下两天左右的时间 西方社会外界 就是一直将台湾的 今次的选举 就当作是 台湾人民 他们自己一个全民的投票 是去选择他们 究竟是投这个专制 还是投这个自由民主一票的 我希望你看一看大陆 很多现在是开始国进民退 很多大陆著名的企业家 譬如马云 他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譬如腾讯的总裁 CEO就是马化腾 还有就是柳全智 这些大陆著名的民企商人 都是要退下来的 所以就是台湾人民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你的投票是应该投给 现在大陆 应该都不会再是台湾的沉梦员 你会不会是选择 保留台湾的民主自由社会 令到台湾 由现在开始 他们的经济 是迎来一个谷底的反弹 有30年的好景 多谢你收听收看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会